我們分析了很多自己的字體 不如我們看看名人究竟寫字 譬如說名人很厲害 他們的字體又如何? 我們有不同的複製 對, 他們的字體會看你們的字體 可以猜一下究竟是什麼名人 這個名人會不會認識嗎? 這是給點提示, 一定是外國人 是, 坦白說吧, 我是沒有答案的 什麼? 沒什麼? Micole嗎? 我會永遠… Maria, 你知道的吧? 我知道的… 對, 他有答案的 是, 記住要愛孩子 是嗎? Michael Jackson 是 歌詞 是嗎? 我看不到他的簽名 但他一說記住要愛小朋友 一定是Michael Jackson 是, 他很疼愛小朋友 這個字上我們看… 剛才我們不是說字分三個部分嗎? 之前說過 你看到他們Y字很長 好嗎? 甚至乎他的名字, 其實你一畫也會很長 另一件事就是… 他的字裡面, 我們看到有一些叫音符的物體 對, 甚至乎我們一樣很… 我們比較難很短時間去解釋 我們看字, 會看一個叫Risab 寫字的韻律是怎樣的 這麼有趣? 他好像跳舞那樣的感覺 Futus有這些… 有聲音的字, 你知道嗎? 有節奏, 有音樂的符號 有背部很長 他們這種人的強項是腳… 好嗎? 跟音樂有關 他真的會出色 例如這些位置, 他有P字 這個頭很大 好像剛才Herriot那樣 大這個位置 是否顯得出藝術家來… 藝術的圈子有多大 就是創作性有多少 你看到MJ寫這段字嗎? 寫大字嗎? 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嗎? 是很歡欣嗎?還是怎樣的? 都是正確的, 其實… 向上… 向上… 對, 看這個 這個誰寫的? 這個是不是碧銜? 還是外國名人? 這個很大個歪 這個應該是做建築的 做醫生, 做中醫的… 對, 中醫… 這個像醫生, 這個像醫生 這個像醫生… 我真的感覺好像那些… 如果想拿一架紙 是… 像醫生 先看名字, 看名字 猜到嗎? 那個名字叫什麼? Tom Cruise Tom Cruise 還是… Tom Cruise Lady… Leon… Lady… Lady Gaga Tom Cruise 怎麼會這麼厲害? 它的U字很大 大得整個紅館這麼大 謝謝, 那個Y字 而且它的字是由左右斜 這些字也會全部放下來 它是按自己的想法 那一刻我喜歡做什麼 很大膽 就去那個位置 這個圈應該是創作性 是否它寫得多五千譜 就會有這個… 沒有關係 因為它的符號是這樣的 有說過, 其實它的圈 的底部除了創作性 之外, 也是按性格性 就是說它如何表現自己的 身體 還有很多創意, 它的D字 它的D字是包起來 包起來 包起來的EAR 這個設計 又代表著什麼 如果這樣跟正常寫法的傳統 要看它全部的字, 會不會是這樣的做法 因為如果按一些… 我們會特別看那一隻字的內容 有時候如果它包了六個名字 就是一個尾巴圍住了 這個…我們不太清楚 所以要再看 要再多一點 這個讓大家猜猜 是一個很著名、很著名的音樂人 還有這個 背多分 不是, 背多分 真的嗎? 不是, 比較近代 我只會認識這個 近代一點 對了 這張 你有聽過B嗎? 真的嗎? 有幾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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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差點把水都踢爆了 沒有這麼近代的, 外國的 近代 如果寫就寫中文字 會寫中文字 會寫中文字 挺香港的樂迷 是英國很著名的樂隊 其中一個的… B-Tiles B-Tiles 應該是吧? 對, John Lennon John Lennon Iman, 厲害了 它的字是怎樣? 一個這麼偉大的音樂人 其實它是一個比較理解的人 你會看到他… 很像中文藝人 對, 沒錯 比較邏輯性較強的人 而且也挺平常的 你看到很多字都是大草的 在外國 其實他們會… 根據John Lennon的手稿 其實就寫成了 屬於他的… 字體 一個叫做… 像別人的 copybook 他的字體 下載的字體 其實這個字體 其實就是我們筆跡分析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學寫字 是 copybook的樣子 現在變成一個這樣的樣子 我們就要研究這個分別 就是我們筆跡分析要做的東西 就是筆跡分析 第一個就是讀John Lennon的方式 不是的 其實我們就要看 知道那個人在哪裡學寫字 他的 copybook是甚麼樣子 不明白 直到他現在寫的字 就是說我們每個人 都可以集成一套自己的 copybook 挺有趣 每個人有一個字體 可能我出過六號字體 是六號字體 對… 他這裡寫著John Lennon的 其實他寫著John Lennon的 如果是John Lennon的形狀 他很多字其實不太靠近 就是比較圓身的字 還有一粒一粒 跟別人的距離會比較闊 如果你看這裡 他的字不是很黏在一起 就是字母和字母之間 所以在他的想法上 他的期望是我的私隱度 其實要高 還有寫字如果是很平的 就是EQ也是比較高的 比較積極 或者情緒很穩定 或者EQ比較好 對… 比較積極 那他看到他創作的潛能很厲害 技能很厲害 這一封看不到 是否像是親愛老婆那樣 這個也看不到 這個也看不到 要看多一點 看得到他聰明還是蠢的 因為他這個集中 他用了很多Capulatus Capulatus 我們全部當作中間的焦點 其實不公平 因為要看其他字就會更清楚 平時寫的字 如果平時做一個不積分析的專家 真的要分析很多東西的話 其實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工作 要很長的 其實怎樣可以接觸到 怎樣可以做到 很有趣 你怎樣看那些營精片 才會遷到不積書 想起步 想初次接觸 應該有甚麼途徑 我是讀英國不積專家公會 他們公會是有考試的 考試是三年 第一年學完所有的技巧 基本上你懂得分析 但是究竟為何他寫這種字 這就是第二年學的東西 第二年大部分都是一些心理學的理論 而去解釋你寫這些字 原來你背後有一些原因形成 這件事 包括你小時候的成長是怎樣 和父母關係是怎樣 厲害 所以第二年就會做完這件事 第三年就是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連記憶都不給你 就是要用途徑 用途可以用在哪裏 例如公司 選男女朋友 公司的可能是請人 是 做企業 究竟那個人應該我付些甚麼 付錢給他 付價錢給他 怎樣可以模仿他 在你上次就決定你的薪金 原來是可以 有很多時候 有些人付錢他不開心 是 所以你就知道要付些甚麼 我看見那個聲音有勞氣 你看得到是 天賤、天賢、天賢、天賢 有幾滴物 有一個經理偷了公司的外款項 他叫他們整班公司的人 去寫一篇文 寫甚麼?我沒有偷東西 是寫一個案件的感受 然後請不職專家去看 就找到一個負重經理 就好像整個女人一起逗留 你倆找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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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己去捉人 是嗎 我真的可以做到這樣 可以做到這樣 在外國是比較多的 其實很多古靈精怪的案例 我當時跟我師傅的時候 他經常做的案件 就是人們很無聊 自己寫信去恐嚇自己 是嗎?有這種人做甚麼? 他想騙保險嗎? 還是要嚇自己? 他有這種嗜好 太悶了 很悶了 於是他做了這個恐嚇自己 然後可以報警 然後很多人跟他聊天 無法解決 有這種事 這麼聰明都可以 其實上來就當我們騙人家的 對 我們欠嘉賓 後來怎麼知道是他自己寫給自己 一直看… 換了錢會寫的筆跡 他問那些職體是屬於他的 又是自己會回應自己嗎 不可以這樣吧 無止境 最終犯罪者 自己繼續恐怕相信他的結果是怎樣 他被人捉回 自己…自己回應 助差犯公司 助差犯公司 那些是警力 挺有趣 挺有趣的 有些Maria比較現實的問題 覺得做不職專家 好像很有型 經常出入法庭 可能去警局查案 例如人工方面 你們是斷工作計算 因為好像有人找你才會做 還是月薪計算 有人出糧 還是怎樣 斷工作計算 就是要看他的工作有多複雜 還有其實如果你譬如說 即是科學生的那種 就是我要看他有多少種 相類似的譬如他要做對比 這樣比較 所以這個範圍很寬 即是他要提供… 最複雜 最昂貴 最大項目的 是多少收多少錢 你聽過吧 不行 一定是你的 可以去到多少 範圍很大 很寬 我聽過有人做完之後 可以收生 是 傳言 做一宗收生 收生就不可以去做 是… 先看錢 即是過百萬一個項目 我也不知道 實位數字過百萬 我不肯定這個 但在複雜程度上 還有要做多少 因為如果你想停止 那些案件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我的測試要準確一點 我要怎樣量度 還有要看究竟他提供多少 因為要計算這個人 究竟他寫字的時候 有一個範圍 你將他六十年來所寫的所有信 是的 譬如你去到法庭 你的專業意見很一錘定音 譬如那筆跡在遺產 是不是真名筆跡 遺族… 遺族的簽名 你確認是真的嗎 最終是看官的 但你可以提供一些 最專業的意見給他 對… 等等這些 大家有什麼疑難 可以找Maria 幫你分析一下筆跡 謝謝Maria和我們上來 分析我們的筆跡 和說一些名人的筆跡 都是那句 其實字不一定要寫得漂亮 不過要整齊一點 而且最重要是看得懂就最重要 好 謝謝你們 很特別的行業 謝謝 我直轉的 不知不覺其實一位年輕人來到這一集 一百集也到了我們節目的尾聲 大家都有很多得錯 或者接下來有不同的目標 好, 娘 我覺得一個節目的成功 其實不僅是台前幕後 不僅是台前, 幕後也非常重要 所以真的給我們一群獎勢 我們現在正在做 當然是可能離開狀態團隊 無論是我們每一個 去到監製、中理 去到我們每一個人非常重要 多謝那麼多位夥伴, MC夥伴 是的 蓮瑩 我很感謝一目年輕人的節目 作為年輕人系列的另一個分支 是一個比較入屋、專業的節目 可以讓大家看到 我們年輕人不是只能吹水和聊天 有很多專業的知識可以教大家 所以希望我們年輕人 之後都可以再在不同的節目 然後在家裡的電視上陪著大家 年輕人是精神長全的 是的 最重要是你說出重點就是學到東西 不僅我們學到東西 觀眾也學到東西 認識很多不同的行業 我們玩過很多不同的東西 對, 還有很多嘉賓 所以來到這一刻 雖然有點捨不得, 但不要緊 我們優秀年輕人系列 到最後一集了 多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對, 我們之後有其他節目 和大家繼續見面, 對吧 我們又要再見, 再見